Hello 大家好 我是冯生辰 来自美丽的山城 重庆 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加州 今天 我一中看到一个故事 心情非常非常的郁闷 所以 我又来到我的车里 这个狭小的空间 给大家分享这个杂心的故事 我是留着眼泪 把这个故事看完的 非常非常的扎心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也能够耐心的看完 上海14岁的女孩 在跳楼之前 留下了这样一份遗书自制扎心 她在跳楼之前 把自己三万元压岁钱 整理好放在桌上 半夜的时候 从踏踏米上跳了下去 还在踏踏米上 留下了这样一份遗书 值得所有的父母深思 遗书中写的 人生一趟 遇见你们 我很荣幸 我很荣幸 如果有来生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想想也没什么 你们爱的不是我 你们爱的是冲进班级前十的我 是年级前二十的我 思考满分的我 你们心中的女儿太优秀了 我做不到 开学就要到初二了 你们口中美好的小学 快乐的初一 我都是亡了命扛下来的 我还能失望什么呢 魔鬼般的初二初三 也没什么好可惜的 好难过的 是你们说的 不指望我了 我相信你们 我是给你们带来容易的人 是你们严格出孝子的代言人 在朋友面前 我是你们攀比的工具 人前彬彬有你 来打电话的时候 语气礼貌又文明 再然后呢 我承受了你们口中最肮脏的辱骂 击杀出来开心的 我就当真之眼 闭之眼 反正也没什么 不是吗 人生比的不是长短 是价值 我知道 许多你们不知道的事情 也为世界 做出过微薄的贡献 你们的巴掌 打在我脸上最疼 然后是手臂 最后是大腿 打在背上还好一点 皮带和电线 抽在腿上 是最疼的 每一次失眠的原因 是睡前被辱骂 活着被打 躺在床上 听着主卧 传来谩骂声 剩下的时间 是我用来回味 一天的难过的 我太弱弱了 我不敢面对 下一次的语文六十分 数学英语 八十分 这一辈子 做尽了别人的除气筒 但还是有一些 对不起人 自然不是你们 未来你们 我又意外的挺过了初一 的确是意料之外的 既然咱们都受不了彼此 不如我们国退一步吧 我消失也不错呀 也不怕我 气你们了 爱抚好你们的心脏 不疏转你们的寿命 你们不实活养女儿 或者说 儿子承受你更好 也完全怪我吧 我真的是尽力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这样蛮好的 不用担心我抄人家的作业了 也不用交作业了 也不用担心我背着你们玩游戏了 桌子上是我拿得出手的所有的现金 你说压税钱给我三万 我不要 手机也不要了 全归你们 他们会不会给我保险 有的话是最好的 少了一个败家的钱给你们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扩呢 也基本上都上完了 羽毛球扩叫你们不要买 你们偏不听 那个扩好像成人也可以用得上吧 我不会来在家里 把房子变成凶宅 放心吧 把奶奶截过来一起住吧 别整天去那种地方旅游 逼人家骗钱 桌子上有一张蓝色的卡 是我们学校的借记卡 我借了学校三本书 你们一定要帮我还掉 麻烦跟老师说一声谢谢 记得用我的零花钱 给小朋友们买点棒棒糖吧 房间里的东西 他们喜欢的人 一米拉扯 毁掉一个人 很简单 只要毁掉他的童年 其余一切顺其自然 你们已经毁掉了我 就善待我的弟弟吧 请收手吧 这种伤害并不为分 你们把我想的太强了 反省这件事就留个岁月吧 以上是这个孩子 留下来的千字遗书 那之后心都在滴血 不知道屏幕前的女 听来有什么感觉 希望更多的父母可以看到 而因此矫情 去证实健康 无条件的 咱们的孩子 用自己正确的人生观 去引导孩子 而不是用辱骂 体发 去把孩子 逼到死路上 前几天 前几天 我也和一个姐妹聊天 她说 她每天 什么事情都不做 整天就是陪着孩子 写作业 会要写到12点 自己也感觉到很累 却 这个女孩说得太对了 毁掉一个人 就毁掉她的童年吧 童年的不幸 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对孩子童年的教育 可能会伴随她一生的成长 如果一个人 有一个快乐 单纯 美好的童年 那么我相信 她长大以后 一定是一个 有着健康的思想 乐观的人生观念的人 如果童年的不幸 或者是童年的扭曲 那么将来她长大了 可能她对人生的态度 也是扭曲的 孩子的教育 你对她付出了多少 而在于一个家庭 父母之间的 一言一行 一笑一批 都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单亲妈妈 都希望 子女们可以承财 承奉 报答自己辛苦的养育之恩 所以对孩子的期望 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我想说 给孩子自由的空间 让他们自己去发挥 说实话 的的确确 在国内很多的父母 尤其是有着一定的知识 或者是在机关单位上班的父母 很攀比的 就是自己的孩子 认为自己的孩子 就是他们攀比的资本 希望看到我这个视频的 所有的朋友们 可以把这个视频出去 也可以说说 你对孩子的观点 希望大家能够学一学 西方人对孩子的教育 去欣赏他们 鼓励他们 赞美他们 他们的每一步成长 都希望得到我们的肯定 人生并不是只有100分 最好的报答 而是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能够健康的成长 我觉得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给我长按点赞 转发 分享 感谢你的收听 谢谢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